單日確診Omicron病毒 曾經超過百萬例的美國 疫情看似已過高峰 根據美國CDC公布的最新數據 全美7天的平均確診數 在13號達到高峰 當天約有79.5萬人確診 不過隨後7天的平均確診值開始下降 所以研判美國已經過了疫情高峰 只是防疫專家佛奇卻說 現在高限恐怕太早 佛奇還說 新冠疫情可能在今年 變成一種地方流行病 不過前提是 民眾得趕快打疫苗 相較美國狀況回穩 歐洲的Omicron疫情卻還看不到盡頭 法國在週三新增 46萬一確診病例 德國也很慘 新增達到11萬人 雙雙創下單日新增 染疫人數新高 奧地利也在週三新增將近三萬例 血下史上新高 而且比原本的紀錄多出一萬多人 如果瑞士有研發團隊宣布他們發明了一款新冠手臂貼片 號稱效果可能比疫苗更好 希望能幫助人類盡快度過疫情陰霾 PV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